弟弟世界之物影战婆 第23集 在一阵阵狂风暴雨的猛烈袭击之下 野人山里天崩地催 越汉山摇 那架文士特种运输机 随着塌落的岩层呼啸着高速向下跌落 司马辉在颠颇反转的机舱内 就见驾驶舱外满目漆黑 他只觉得天旋地转 头晕眼花 耳中只听得是风声翁然作响 但也许也没有撞击到地底发生爆炸 四周围有黑雾弥漫 使人的空间和方位感荡然无存 似乎是坠入到了一个无敌的深渊 在一片混乱之际 也不知怎么的就出到什么开关 在驾驶舱的仪表盘上 突然亮起了一盏红灯 司马辉看那红灯闪烁不定 心中猛然一动 想起来这种灯好像是一种报警信号 应该是只有飞机失控 或是即将坠毁的时候才会闪烁 心中暗自叫哭 野人山巨型列骨内部的迷雾深不可测 以天地之辽阔造化之无垠 鬼知道这架运输机什么时候才会落地 如今只怕想死得痛快些都不成了呀 黑蛇号特种运输机已高速坠落 尚未撞到地上击毁人亡 机身却突然平缓了起来 原来巨型列骨上半部分的走势虽然并不规则 几乎是直上直下的峭壁 可到了底部却有个更为广大深邃的空间 列骨口窄负宽 洞窟抛面成一个金字塔形 越到深处越是宽阔 而且此处形式独特 地气自下而上 强烈的热对流浑炫生腾 自然而然的就拖住了这架运输机 使它的下坠之势骤然减缓 文士特种运输机的全胶合板结构 历来都有木质奇迹之称 在这种近乎于烟虫效用的特殊环境中 发挥出了巨大的优势 它就如同一架断了线的风筝 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 最后斜斜歪歪的栽烙到一片泥泞之中 运输机的左翼在坠地时完全折断 发动机上的螺旋桨也都撞碎了 青岛的机身在惯性作用下 斜刺里划出了个百余米 方才停住 司马辉在驾驶舱里 觉得三魂七魄都被拴出了壳 好不容易才归附原位 四肢百害里没有一个地方不疼 甚至恍惚中 他意识到这架运输机总算是降落了 想来是命不该局 从千米高空坠落 竟然没被当场摔个粉身碎骨 这完全可以说是奇迹了 但此时处境不明 他也不用去想为什么 打难不死必有后福之类的话来骗自己 他只是不得不感叹 看来英国人制造的这种蚊子飞机名不虚传 果然是生存率高的离奇啊 司马辉挣扎着撑起身子 摸出了身上的聚光电筒 照了照四周 眼睛被震出了覆视 看什么东西都重有 模模糊糊中就见 其余几个人还算完好 幸亏机舱内设施其中 众人都绑着安全带 头破血流虽是免不了的 但值得庆幸的是 至少没有人蛇蛾不断腿 伤得最重的是卡罗维卡 颠簸之时 他脑袋上被划开了一道口子 溜得满脸是鲜 一旁的阿翠正在帮他包扎 罗大海与那俄国人白熊 虽都是各自跌了个鼻青脸肿 但却没什么大碍 只不过是头晕目怨 躺在机舱里半天缓不过劲了 司马辉 又用聚光电筒照了照玉飞燕 玉飞燕虽然是脸色惨白 他摇了摇手表示自己没事 二人脑中眩晕稍有缓解 便望向了驾驶舱外 却见 方眼处都是满目漆黑 唯独头顶阴影有条 忽明忽暗线的细线 想必是那野人山谷 裂缝边缘的那条巨型裂缝 在电闪雷鸣中若隐若现 可在此处仰望上去 那条宽阔异常的裂骨 缝隙竟然细如法司一般 实难想象自身 究竟位于地底多深之处啊 碧玉飞燕心中暗自诧异 他没料到裂骨内部的洞窟垂直走失 竟然如此之深 倘若附近没有另外的出口通向山外 那这片幽深莫测的地底空间 与头顶高不可汗的缝隙 就将成为探险队难以逾越的噩梦 他打了个手势 让司马辉到机舱外面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司马辉身上几乎被颠散了架 疼得他倒吸了几口凉气 无奈用力推开了驾驶舱的上盖 木然有种格式为人之感 他这才发觉到 覆盖在洞窟深处的浓雾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只有地层里的大量积水到处散落 形成了无边的细雨 飘飘散散的不断降下 推测 可能是由于裂谷边缘塌方的面积太大 改变了地底的气流循环 另外暴雨狂风 使得山体沿层里的积水迅速增加 吸入到巨型裂谷深处 天空中在降下咒雨 而这地底洞窟里也跟着降雨 所以才压制住了茫茫雾气 看来在热带风团浮屠过境之前 浓重异常的迷雾是暂时不会出现了 玉飞燕急于探明所处核定 就从司马辉的杯囊中取出信号枪来 在驾驶舱内向两侧各射出了一枚照明弹 两颗惨亮触目的信号主物 分别划出了一个长长的抛物线 落向远方 由于附近没有浓雾雾气的遮盖 可以借着幽绿色的光芒 隐约看到地底洞窟距离裂谷顶端 实际的距离没办法推测 只凭感觉估计垂直高度 怎么着也得超过千米 金字塔形的洞窟内壁全是盗邪命 险峻无比 没有任何可以任人攀爬上行的区域 就连施展歇的盗爬成绝技的司马辉都无法想象 这个似乎是天然的陷阱啊 近来就别想出去啊 遇难者落到此处可真正是 分开大地无力找 飞上天空 欠雨意啊 野人山巨星裂谷的最底部 地势平缓 寺外里 空旷无尽 都是地下水渗落形成的沼泽 远处仍有未散的朦胧雾气 烟迷远水 雾锁深山 使人看得不真情 洞窟底部的这片区域 本该是位于野人山最深处的地下湖 但山中的植物茂密 大部分积水还来不及渗透地层 就被丛林中的植物根茎吸收掉了 使得整个地下湖变成了个半河的沼泽 再加上千百年来 由裂谷顶部被风雨冲刷下来的各种植物和土层 逐渐地沉积在泥肘中间 构成了一片绵延相连的长地 湿地表面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青苔 偶尔有腐化物产生的微弱灵活闪现 从水平线上望去 起伏错落 难分草莽 绵北野人山这个巨大幽深的地底洞窟 历来是世人难以窥探的秘境 虽然司马辉等人活着进入到裂谷内部 也趁着浓雾消散之际 利用照明信号弹的光亮 大致看清了周围的地形轮廓 但心中也未觉得了然 反而都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现在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不知还有多少惊世骇俗的秘密 仍被幽闭在这不见天日的地地世界之中啊 玉飞燕耳目敏润 在照明信号弹的信号珠在天空划过之际 发现周围的湿地沼洁 好像有些东西 正在运输机外围迅速爬行 但是移动速度实在太快 还来不及看清楚究竟是什么 眼中已经没了踪影 他寻思 在阴暗的沼泽区域里 多半会有鳄鱼和缅甸蟒之类的攻击性生物 猛然离开机舱并不稳妥 于是改变了主意 提醒众人注意四周的动静 暂时不要离开这架文士特殊印书机 说完 又向舱外扔了三枚信号珠 照亮了附近的射击世界 并且将手中的污兹冲锋枪的枪栓拉开 子弹顶到了膛上 以防突如其来发生的变故 司马辉见照明弹熄灭后 文士运输机附近几门信号珠发出的光亮 在幽深的地底洞窟中显得微如萤火 四周重新陷入到了无边的岁末和沉寂 他此前曾无数次猜测过 被浓物覆盖的裂谷里究竟会存在什么 但始终不得头绪 此刻身处其中 更感觉到野人山巨型裂谷 险恶非诚 他在浩瀚如烟的岁月中 经历了无数的风雨雕草 一直以来都是人类视野无法认知的死角 而在这片空旷的黑暗中 必定隐藏着某种难以揭示的奥秘 他越想越是觉得复杂 思绪深陷其中 不免有些走神 半天都没有再说话 于非诚见司马辉还有无话可说的时候 倒是觉得有几分意外 就将自己的手枪递到他手中 提醒他注意观察运输机周围的情况 随即俯身前往了机舱的后部 逐一检查这架文师特种运输机 机舱内装载的货物 寻找到客户委托的那件物品 一旦得手就立刻设法寻找出口 密路撤离这座野人山 探险队的三十几名成员 到现在只剩下六人 并且随着这架失踪多年的运输机 一同坠入野人山巨型列骨的最深处 但抛开途中那些难以解释的 诡异遭遇不停 事情进展的还是有些出人意料 首先是没想到能在第一时间内 找到黑蛇号运输机 又由于热带风团的入期 使得地底涌出的农物大为减弱 而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机舱里的货物居然还在 这种经过改型生产的文式特种运输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属于中型机体 并不宽敞的机舱分为前中后三段 内部完全贯通 当中没有任何间隔 最前端是驾驶舱 中后部则是完全可以搭载 需要空军运输的人员和物资 在黑蛇号的机舱末端 紧紧地捆着四个长方形的密封木条箱子 外边裹着厚重的防御布 两个分为一组 锁定得很是稳固 在刚刚那一番剧烈颠簸和撞击的过程中 也没有丝毫散落的迹象 但机体上除了一些数字编号之外 再就没有其他任何标志 于飞燕先让阿翠拿着探照灯 在机舱内协助照明 又命令俄国人白熊用压嘴朔 撬开了木条火箱的盖子 正在动手 却隐烈听到有人机舱内 正在动手 却隐烈听到有人在机舱内黑暗的角落里 说着什么 司马辉听的声音虽然弱 却近在咫尺 运输机驾驶舱内无线电已经彻底损坏 不可能再接受到任何讯号 那货舱里的情况虽然暂时看不见 但一律封装严密 就算真有活人藏在里面 到现在也早该憋死了 而且听那声音来源的方位 应该是来自于罗大海等人 所在的机舱中部 现在探险队总共就送下这几个幸存者 除了那个半雅的俄国人白熊之外 其余几人说话都是什么声音 司马辉是一清二楚 但是刚才传出的声音格外古怪 显然是另有其量 司马辉 这家文师运输机里面还有其他人 正当他支起耳朵 在听的时候 在听的时候却已经在听不到什么了 司马辉还倒是由于自己精神紧张 从而产生了某种错觉 就转过头去问距离最近的玉飞燕 哎 你刚才听到什么没有 玉飞燕也觉察到了异常 他曾经多次与欧美客户打交代 能听出刚才说话的人 带有明显的英国口音 对司马辉道 似乎有个英国人 他说 这机舱内装裁的货物 有危险